幼居论珠 坦乱法斯的 无量寿经的诸气 这里头有 极尽彼佛 为真尽心菩萨 这是指 粗地到其地 必尽得真 平等法身 由于 平等法身者 八地一上 法身身身菩萨也 这讲得很太清楚了 往生到西方 就是 人身是法性身 不是法相 法相是阿赖耶的相分 我们这个世界 所有一切物质现象 都是阿赖耶的相分 精神现象 是阿赖耶的健分 自然现象 是阿赖耶的自身分 噓 啊 心就是法心 真心 真心 真心所身 是真相 但是 通过阿赖耶就变成假象 阿赖耶把一阵法界 变成十法界 变成六道轮回 这个世界本来没有十法界 没有六道轮回 所以六道十法界都是假的 阿赖耶变的 这个我们学佛不能不知道 知道有什么好处 断依身陷 但是知道的人不多 不知道真相的人太多了 下面这个挂护里头 六月 平等法身者 把底上法性森神菩萨也 这做清楚了 下面又说 闻阿弥陀佛如来 智得名号 毕竟得平等口业 借使闻佛名号 得证无声法人的名证 明明白白的证据 说明三人是大臣 确确确实实 这个法人 是讲的无声法人 下面 下面 我们再看 无声法人之 六人 无声人 真知 按住于 无声 无蔑之 设想 离体 而不动 为之 无声 法人 二 就是 你真正肯定了 先前 六个人所接触的 这个境界 不散 不敏 你没有丝毫疑惑 这叫 真得 无声法人 制度论 五十卷 那 大制度论 一共是一百卷 五十卷里面 说 无声 法人 忍者 于 无 生灭 诸法 十相中 信手 通达 无碍 不退 使命 无声 制度论 五十 下面 制度论 七十三 也有 说的更细 无声 忍者 乃至 威 细法 不可 度 这个威 细法 就是我们今天 所讲的 量子力学家 所说的 微中词 大臣 经教里面 所说的 叫 极微 极微 也叫 极微之威 也叫 灵虚 尘 他跟虚空 做灵虚 就是他不能再分了 再分了 就是虚空 今天量子力学家 就是从这里发现 他们将物质现象 分析 分析到最后 没有了 跟附近讲的完全相应 物质现 不见了 不见了 看到什么 看到是念头 波动的现象 恍然大悟 物质现象 是从念头 高频率 震动之下 产生 幻象 不是 不是真 这是宇宙的奥秘 三种现象 科学家 也就 找这个东西 物质是什么 找到了 念头是什么 现在没找到 念头是精神现象 心理现象 物质是物理现象 那今天科学家 告诉我们 科学 这个二分法 造成了 几百年的困惑 为什么分错了 心跟无 现在知道是一 不少 那把它分做两个 错了 所以科学上 许许多多问题 搞不通的 就是错在这里 现在明白了 先跟物质一提 佛经上说的清楚 一切法从心相身 你看看 念头就是心相啊 所有的物质心相 是从心相身 这个问题解决了 现在第二个问题 心相从哪里 为什么会有心相 比起来 比起来 难了 啊 科学家奇怪 古时候没科学 没有义气 释迦牟尼佛怎么知道的 怎么会说的这么清楚 说的这么明白 他们搞不清楚 我们知道 那因为佛说过了 我们相信佛说 佛从禅定当中 见到的 从禅定当中见到的 得大定 得神通开智慧 科学家不适用禅定的方法 是用数学 推算 用仪器观察 他虽然看到了 他没有神通 他没有智慧 不一样 所以佛不需要借这些科学工具 用不住啊 禅定 得定 一切都通达了 为什么 自信 本定 所以心 一定要清净 一定要定 定 就生智慧 心动 特别是现在人 心浮气躁 这样的心 只生烦恼 不生智慧 窥斥大了 佛教传到中国 把这种 修学的理念 传到中国来了 中国的儒 接受了 中国的道也接受了 都重视 清净平等 心地 清净平等 都看重这个 清净平等心 生智慧 不生烦恼 智慧现前 人就不造业了 人为什么造业 迷惑颠倒 所造的业 那他不迷 一不颠倒 他不造业 阿 你 佛 佛 佛 你 佛 佛 佛 你 佛 佛 好